这是2022年最让人意外的恐怖片 上映仅一天就掌获了1.7亿的超强票房 光是一个预告就吓坏了无数观众 据说本片连续两周稳做北美票房冠军 友情提示 胆子小的老铁最好躲起来谨慎观看 故事从一家有名的精神病医院说起 女主柔斯是这里的心理医生 每天都要接触有精神障碍的患者 今天她碰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病人 对方名叫劳拉 现在还是一个再读的女大学生 因为目击了学校教授自杀的全过程 走进心理咨询的诊疗室 柔斯发现女孩正躲在墙角里瑟瑟发抖 此时的劳拉神色紧张 看起来十分的焦虑和惶恐 出于职业的专业修养 柔斯很快将女孩请到了座位上 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精神案例 但随着对话的深入 事情逐渐变得诡异起来 劳拉说自从目睹教授自杀以后 身边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人 他们会对自己微笑 而那种笑更像是挂在脸上的面具 每当看到那样的笑容 总感觉自己就要死了一样 产生的幻觉 劳拉听后暴跳如雷 说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柔斯问那些人现在是否在这里呢 这句话让劳拉身体一震 柔斯下意识地扭头查看 显然什么都没有 此时的劳拉表情猙獰 身体也开始抽搐起来 柔斯见状赶紧呼叫救援 正是这个时候 整个诊室突然变得寂静无声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恐怖 劳拉笔直地站在墙边 面带微笑盯着前方 而她的手中还拿着一块碎片 在柔斯无比震惊的表情中 劳拉用碎片顺着脸颊滑了下去 如此刺激的画面让柔斯瘫软在地 整个过程 劳拉始终保持着微笑 望着突然发生的一切 柔斯竟莫名流下了眼泪 劳拉让她想起了自杀的母亲 纵使有丰富的医学经验 但柔斯还是被这件事吓到了 当天傍晚时分 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里 宠物小猫来到身边 紧张的情绪才得以舒展 冲了一个解乏的热水澡 然后倒了一杯红酒压压惊 就在这世眼前出现了一个人 仔细看这不正是劳拉吗 幸亏未婚夫小黑及时赶到 这才让柔斯缓过心神 第二天 来到医院的柔斯精神恍惚 她还在为昨天的事情心神不明 姐姐来店邀请她 原来明天是她儿子的生日聚会 正在说话的功夫 柔斯发现楼下有个人正望着这里 仔细看竟然还是死去的劳拉 遭乱的情绪尚未缓解 诡异的事件再次发生 有个叫卡尔的病人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脸上露着僵硬的微笑 柔斯感觉奇怪打了个响指 苏醒后的卡尔突然大喊大叫 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柔斯 她急忙喊来了救援 等到众人赶到屋内 卡尔却安静地躺在床上 似乎刚才的事根本就没发生 柔斯怀疑自己受到了劳拉的影响 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幻觉和幻听 医院也察觉到了她的工作状态 特批她休息一周后再来上班 走出医院的柔斯瑟瑟发抖 她不敢接触周围的一切 赶紧把自己藏起来才是万全之策 路过一家玩具店停了下来 她为明天的聚会挑选了一个生日礼物 当天夜晚 柔斯倒了一杯红酒缓解烦闷 突然家里的安全警报响了起来 撞着胆子四处查看 然而并没有异常 关掉令人心烦的警报器 柔斯又接到了安保公司的电话 客服询问她是不是一个人在家 柔斯回答是的 客服反问说你确定吗 这句话让她意识到了不对劲 客服继续说回头看看你的后面 柔斯手中的话筒不见了 显然这又是一次幻觉 再次拿起电话接听 这次才是真正的安保公司 很快 警察接到报案赶到了现场 排查后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小黑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 口中不断安慰着未婚妻不要害怕 警察走后 柔斯拿出猫粮想找出猫咪聊以为解 可叫了好几声却不见任何踪影 窗外的黑夜深邃幽暗 似乎是她吞噬了消失的猫咪 深夜 柔斯梦见了自己的母亲 不堪的回忆让她惊醒 心情烦乱的她来到客厅 点开了和劳拉生前的谈话录音 这时有一段极小的音符有些奇怪 调整音量后再次聆听 突然 真真切切听到一声嘶吼 再看却不见有任何人影 紧张的柔斯找到一把菜刀防身 这时卧室的小黑走了出来 她看到柔斯的架势吓了一跳 第三天 鉴于未婚妻的情况 小黑为她请来了一个心理医生 同行的问话在柔斯看来 简直就是啪啪打脸 随后她打发走了这个女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接下来的是让柔斯的噩梦正式上演 抱着礼物来到姐姐家里参加聚会 然后所有人都看着孩子分享惊喜 等到拆解柔斯的礼物时 孩子的表情却是大惊失色 柔斯立刻感觉到了不对劲 原来礼物竟然变成了猫咪尸体 害人的一幕惊呆了所有人 但柔斯却觉得十分委屈 口中哭诉这不是她做的 大家被眼前的女人吓傻了 只能警惕地护着身边的孩子 正在这时 柔斯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劳拉正坐在椅子上盯着自己 柔斯崩溃地向大家说明情况 但没有人相信她 因为劳拉根本就是个幻觉 就当柔斯在看劳拉时 劳拉突然站在了跟前 破碎的玻璃把柔斯伤得遍体鳞伤 这也将她的人生推向了崩溃边缘 随后 柔斯被送到医院进行了紧急包扎 墙上挂着一张痛苦程度分级表 然而代表没有痛苦的笑容 却显得十分诡异 傍晚十分 小黑驱车将未婚妻接回了家里 此时的两人吵了一架 柔斯说看到的不是幻觉 而小黑觉得柔斯绝对是病了 而且还是遗传了其母亲的精神病 深夜 柔斯想到这一切都因劳拉而起 于是他在网上查起劳拉之前的那个教授 第四天 柔斯假扮记者找到了教授的家 经过女人的描述 教授在自杀前留下了很多幅画 据说画中的人曾多次来找她 这或许跟突然的自杀有关 当柔斯走出教授的家 整个人笼罩在了阴郁之中 种种迹象表明 教授也好劳拉也罢 自己和他们一样 都在经历着迈向死亡的步伐 如果不找到解决的办法 自己很可能会像他们一样突然自杀 此时的柔斯百思不得其解 忽然他想到了身为警察的前男友 很快 杰克将柔斯迎进了家里 他对前女友一直念念不忘 面对柔斯的诉苦 杰克不仅相信了他的遭遇 还愿意提供各种帮助 随后 杰克通过自己的职务致辩 很快查到了教授自杀前目击过的一桩命案 监控视频显示 教授在给车子加油时 突然有个男人走向了他 然后又转身去拿了一把剪刀 等到男人再次折返后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男人直接将大剪刀割向了脖子 杰克看得几倍发凉 这也印证了柔斯的猜测 自杀真的具有传染性 柔斯让杰克到回去放大查看 男人在去剪刀时 脸上果然带着诡异的微笑 两人继续研究发现 男人在自杀后传染给了教授 教授七天后又传染给了劳拉 最终又落到了柔斯的头上 也就是说 再过两天就到了柔斯的死期 既然搞清楚了事情缘由 柔斯也坦然了许多 怀着忐忑又焦虑的心情 柔斯回到了家 他将这一连串的自杀案打印出来 决定拿给未婚夫查看 可当他走进房间后 却发现未婚夫又叫来了心理医生 柔斯气愤小黑的不信任 当场和他吵了一架 随后柔斯来到姐姐家中 他想将自己的事情告诉亲缘 可当姐姐听完妹妹的叙述后 不但没有安慰的话 反而将这一切归罪到了母亲身上 他坚信是家庭的精神病传染给了妹妹 柔斯听后非常气愤 因为当年母亲生病后 姐姐选择了离家出走 独自留下她支撑着飘摇的家 如今姐姐的冷言嘲讽 柔斯自然是愤恨到了极点 姐姐当场说以后不要再来打扰她 都说患难见真情 柔斯的这个真情可真是糟糕透了 刚刚回到车内 姐姐又静止走了过来 柔斯吓得心脏都快蹦了出来 惊恐的一幕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中 当天晚上 杰克打电话说他查到了重大线索 顺着教授的案件向前探索 竟然有二十起同样的案子 其中有十九个人自杀 有一个黑人幸存了下来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杰克带柔斯连夜去找幸存的黑人 在路上 柔斯对杰克表达了感谢 在自己被厄运缠上后 杰克是唯一愿意相信他的人 第五天早晨 两人赶到了关押黑人的监狱 随后柔斯见到了幸存的黑人 他自称是明星医生 目的是为了解决罪犯的困扰 黑人放下戒备吐露心声 承认自己是被某种邪恶附身 这种力量一直在召唤他走向毁灭 可几天后因为失手杀人才症状消失 柔斯听后无比震惊 总不能为了这个去杀其他人吧 离开监狱后 杰克询问情况如何 但柔斯的心情跌入了谷底 他不愿再多说话 失落的柔斯回到家中 他要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回到楼上换了一套衣服 然后对着有同样遭遇的人研究起来 就在这时 心理医生再次登门拜访 可两人谈话没多久 气氛就变得十分诡异 原来柔斯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说自己是心理医生 柔斯听后立刻慌了 那么眼前的人又是谁呢 医生猙獰的脸慢慢靠近 直接逼得柔斯向后退缩 医生笔直地挺着身体 一步步地朝着柔斯走来 柔斯生死力竭向后一动 然后靠在墙上再也无法动他 第六天 柔斯恍恍惚惚来到了工作的医院 他拿出一把长刀 并将其塞进了袖子里 刷卡进入医院 然后静止走向了患者区域 在路过卡尔的病房时 柔斯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进来 卡尔发现他后 眼神里充满了惊恐 柔斯示意他不要害怕 然后慢慢地靠近卡尔 然而越是这样 卡尔越是哆嗦地厉害 这时有医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柔斯见状抽出了藏在身上的刀 就当医生诧异时 他拿刀刺向了卡尔 奇怪的是 卡尔没有一丝痛苦 相反的却是开心不已 医生静硬生生地扯下了脸皮 惊悚的一幕让柔斯醒来 原来又他妈的是场幻觉 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他只能无奈地发泄心中郁闷 这时刚才的医生走了过来 柔斯无力解释发生的一切 可医生继续叨叨个眉晚 等到在抬头时 柔斯不敢多留半课 随即逃离了医院 刚才发生的一切 说明内心的恐惧正在被无限放大 柔斯想活下来 但他实在找不到解决的突破口 如果说这个自杀需要传染才能处罚 那么倒有一个笨方法 柔斯集中生智想到了躲到乡下 可他真的能如愿吗 杰克打来电话询问情况 柔斯说自己正在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只要周围没有人 这个诅咒或许就能消失 走过熟悉的家乡小路 他来到了阔别十几年的老家 这里破破烂烂 没有人气的房子早已物是人非 掏出口袋的钥匙 打开了尘封多年的门 房间里萧条阴暗 布满了灰白色的粉尘 推开母亲的房间 柔斯想起了小时候 那时候的母亲卧病在床 自己每天只能以泪洗面 当天夜里 柔斯点燃了一个油灯 然后提着他来到了卧室 这时死去的母亲竟然复活了 他知道眼前的都是幻觉 当即关上了房门 可母亲却抓住了门板 紧接着 母亲的身体开始膨胀 纵使柔斯心有准备 但他还是吓得不知所措 仓皇退出房间后 母亲并未跟了出来 就当他松一口气时 母亲突然从背后现身 并将他一把甩飞树女 此时的油灯燃了起来 柔斯看准时机 一边强力掰开对方的手 一边摸索到了燃烧的油灯 顷刻之间 油灯迅速点燃了整个身躯 等到柔斯逃到屋外 身后的房子 俨然成了一片火海 这是一场与恶魔的战斗 也是一种与童年阴影的释怀 柔斯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他战胜了心中的恐惧 随后他开车离开了地方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吗 当然一切并非这么简单 回去后的柔斯找到了杰克 他先是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然后恳请他重新考虑彼此 希望两人能够重归于好成为情侣 杰克听后非常开心 当场答应了他的请求 柔斯倍感欣慰 疲惫的心终于放松下来 正在这时杰克说了一句话 话音刚落 整个房间开始变得阴暗 直至只能看见杰克的脸庞 他僵硬地微笑着 死死地盯着柔斯发出怪异的声音 原来这又是一场幻觉 杰克突然动身 柔斯吓得赶紧逃跑 可当他走出门外 外面却是长满荒草的黑夜 转身定睛查看 原来自己还在破败的老宅 一个声音传来 原来是真的杰克 柔斯不想连累他卷入其中 然后急忙跑回了房子 杰克担心柔斯的安危 焦急地在外敲打门板 此时的柔斯完全不知哪个是现实 哪个又是虚幻 正在这时 母亲高大的身影走了出来 这一刻 柔斯的心死了 只见母亲撕开了自己的嘴巴 里面竟然有树不尽的小嘴巴 骇人的一幕将柔斯彻底吓傻 惊恐地张着嘴跪倒在地 母亲的大手缓缓伸来 她扒开了柔斯的嘴巴 然后将身躯硬生生地塞了进去 绝望的声音传到杰克耳中 情急之下 她开始踹门硬闯 待到杰克冲进房间 柔斯正笔直地背对着她 而手上举着一个没有的空瓶子 杰克焦急地呼唤几声 柔斯这才慢慢转过身体 杰克呆住了 依旧是诡异地微笑 在杰克的注视下 柔斯划了一根火柴 然后将其放在了满是油光的脸前 杰克惊恐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似乎被魔争一般定在了原地 就这样 一直传给了无辜的杰克 至此本片结束